这个礼堂是多少年的建筑了 一百年前建成 叫做协和医学院一号礼堂 这里是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号礼堂 一百年前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落成典礼 在这里举行 一部协和史 半部中国现代医学史 无数中国医学界的重大事件 曾经在这里发生 王晨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 我们的采访定在了 这个身负文化含义的地方 其实这个立场表 除了孙中山先生的灵鹫 在这里停放过 共万众展养之外 你像泰戈尔的生日 就在这里举行的 然后像梁思成 林婚姻他们 为泰戈尔到来所演出的话剧 就在这个舞台上这样进行的 当年这个地方 这些椅子上坐的都是京城的 这个学术界的这样的权威 最有影响的文化人士 椅子还是老椅子 没动过 一点都没动过 这个椅子 这个舞台 这些全部都是原来的 窗户等等这些的 所以这个你坐 我跟我们先生讲 你坐在这个椅子上 可能当年你这个座位上 坐的就是胡适 可能就是林徽音 可能就是梁思成 所以这个文化问题是协和 最核心的问题 在各单位都重要 在协和尤其重要 下面通报 我是一名入境人员 采访的前一天 广州刚刚发现 由境外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病例 导致的本土病例 目前 这种被世卫组织列为 需要关注 比德尔塔毒株传染性更强的 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已经扩散至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近几天 西安的疫情又成发展之势 我们对王晨正式采访的话题 就从疫情开始 中国内地已经出现了 奥米克戎的变异株了 作为曾经深度参与过 病毒防控的一位医生 当病毒在一代一代地 发生变异的时候 你们在密切关注着它的什么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要关注病毒的变异 和这种变异产生之后的稳定性 这个病毒是一个很聪明的病毒 我们说它是一个打上引号的 完美级的病毒 它很懂得如何去生存和适应自身 而它的生存和适应的这种方式 必然是传播性增强 致病率降低 在体内的存活时间长一些 这就是它的进化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很难有所谓的 真正的精确的时间上的预言家 因为变量太多了 太多 它难以把握 而且是不可控 所以这种的情况 这种所谓的自变量是一个多元的 它于是产生了无数主的因变量的结果 这样的话就造成无数的可能性 很难预测 当每一代变异株出现在中国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去观察第一例和继而出现的这些病例 第一它的病毒本身的变异的情况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观察 这个病毒感染人体之后 它所造成的人体的这种相应的反应的变化 对人体的感染性 人体之间的传播性 在体内的存活的时间 对人体的致病性 作为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 新冠肺炎并不是王晨第一次参与的抗疫 2003年当时是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的王晨 担任北京防治非典专家组首席专家 为抗击非典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9年甲型H1N1流感流行 王晨作为国家医疗专家组组长 依然奔赴在最前线 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爆发时 家庭和社区感染是个未知数 王晨提出建立方舱医院的建议被采纳 得以实施 迅速扭转抗疫战局 被称作关键时刻的关键之举 正是基于和病毒的长期作战 所以对于疫情的判断 王晨甚至诱深 说到医学科研对于病毒的研究 我们已经与它共存了两年了 现在作为医学科研人员 对这个病毒我们就说自己国家对它的理解 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 进行中 因为一个新的病源的出现 对它认识往往需要对它的一个 比较长期的这样一个过程 尤其对一个新的病源 它处在变异中和进化中的状态的时候 它没有稳定下来 病源造成的被感染体 就是宿主他们这样的交互作用 也在互相的适应和变动中的时候 你对这个病的规律现在还不掌握它 现在它没有形成稳定的 相对稳定的状态 两年了还没到 它还在变动中 实际上这两年的时间 对一个新宿主适应的话 不是一个太长的时间 去年在武汉 四月份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谈后疫情时代了 我说不是后疫情时代 我们还处在疫情时代 我说别以为我们胜利了 我们只是对这个病毒还缺乏想象力 确实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这个现象作为在这个星球上 作为在自然界 包括在人类社会上 这种事情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只是我们的知识的传承上 没有使我们对历史的现象 都能够清晰地意识到 或者当时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方法在技术上还没有给我们提供 能够像今天的这个角度的 技术上的深度的这样的认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在武汉市城市公交地铁 轮渡长途客运 武汉轨道交通已经全部关闭 发生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全国300多支医疗队 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 与当地医务人员并肩作战 这里面就包括王晨 在武汉的66天 王晨目睹了疫情爆发给医疗系统的冲击 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过去医学的重点是一个临床医学 就落在病人身上的 也就是对病人进行临床照护的 但是通过这次疫情这么大的传染疫情 我们想发现医学应该关注群体 应对群体的共性的发病原因 对于在医疗资源的获得上 对于如何更多的话 更好的合理地分配这些资源 对于怎么能够发现一些 人群共性的发病规律和干预的手段 怎么能够使人群的健康利益 而不仅仅是个体的这种健康利益 能让它最大化 怎么能够通过这种人群之间 有效的互动 使人群人类整体的健康获益 从空间上更加整体乃至人类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假设我是一位患者 您是一位医生 我如果去找您看病的话 我关心和评价 您是不是一位好医生 我评价的标准 就是能不能治好我的病 能不能让我以后不发病 这就是我的评价标准 病人的评价标准 是的 但是换过 我们换一个角度 如果站在您的角度 我们去定义 经过疫情之后 再定义一个好医生 应该什么是好医生 只要看到我在床上躺着 如此危重的病人 他的健康利益 我要帮助他 还要考虑到他的家庭 他的所处的社会环境 他的国家民族 这就是医生和医学界 应当考虑的问题 每一位医生 他在行医 给患者看病的时候 他不仅应当关注 对面这个人 还应当想得更多 想到更多的 他所代表的这个群体 健康 经常人的狭义的理解上 健康就是身体强壮 这样的不得病 就是叫做健康 按照世界卫生组的说法 健康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是身体健康 这叫生理健康 第二个叫做心理健康 于是的话呢 从这两个含义加在一块呢 有句中国的成语 叫做身心俱态 第三个谈的社会 适应我们两个之间 你健康我健康 我们还得互相友好相处 能够和谐相处 于是人即和谐 这是健康的第三个含义 健康还有了第四个含义 我们叫做环境友好 就是人和环境之间的良好互动 就是青山绿水就是青山银山 这保护环境 这个呢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样呢是以群体 乃至人类的健康的效益的最大化 整体健康学的最大化 和这种效益的长远化 作为来追求的 这样的一门医学的体系 叫做群医学 王晨所说的群医学 是融合运用当代医学 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和原理 基于现实可及的卫生资源条件 统筹个体卫生行为 与群体卫生行动 实现人群整体与长远健康效益 最大化的一门新兴医学学科 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 以及方舱医院的建立 都是基于群医学理念提出的建议 2020年7月16日 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 及公共卫生学院正式挂牌 王晨希望 这个在疫情中诞生的学院 能够实现医生从关注个体 到关注群体的转化 从关注当下到关注长远 乃至子孙后代的转化 推动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观念转变 在卫生上的话 要特别强调的话 就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就是基于群医学的医学原理 所采取的维护群体的健康 来就追求群体的健康效益 最大化的这种行动 叫做公共卫生 这个公共卫生在我们国家 就是经常被有一个片面的理解和思维 好像这是疾控中心的事情 跟其他关系不大的事情 绝对不是这样 公共卫生和医学一样 它都是从对疾病的预防 诊断 控制 治疗 康复 对于疾病的五个方面 再加上对健康人的健康促进 加在一块六个方面来增强和维护健康的 对于医生来说 我就是做唐行医 我不会迈出去我的工作范围 再往前走一步 我不让你得病 这好像不是医生的工作 如果说到卫生这一块 未来经过这次疫情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医生的工作 再往前再走一步 让别等着他来 我让他别来 非常重要的观念的转变 也是通过这次疫情 我们应该意识到的 我们现在国家是把这个预防和诊状 和治疗是分隔开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提的所谓 我们有关部门提的 所谓医和防结合的情况 都是把医和防先变成一个独立的东西 再去糖结合了 现在我们的公共卫生工作体系 一定要强健起来 国家明确地提出来 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现代的公共卫生体系 但什么是公共卫生体系 我们谁来承担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工作 我们不得不说 在现在的有些人的观念里边 特别是我们的一些 医学界的人士的观念里边 把这些事情小众化了 经过疫情仍然这么想吗 希望要改变 但是改变得还远远不够 这个问题有多紧迫啊 极为紧迫 这个观念不改变的话 就很难真正地按照国家的要求 建立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来 所以有人讲呢 当所有的部长都是卫生部长 或者把自个儿看成卫生工作的 这样的执行者和推动的一部分的时候 卫生工作才能搞得好 我们做一个最极端的假设 就假如这一套系统仍然是隔裂的 没有打通的话 如果我们再面对 再置身一场其他的疫情的话 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样 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恐怕还要重复 曾经有过的困难的局面 如果打通了呢 那就会全然不同 那就会真正地形成一个 真正地近人类当今的科技之所能 和社会动员 社会行动之所能 来取得的一个尽可能好的效果 记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王晨 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 和中国工程院工作 我的专业的呼吸与微重症医学 2020年5月21日 全国政协13届三次会议 第一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王晨 第一个出场 接受记者提问 除了对武汉抗疫进行总结之外 王晨重点说的 还是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在今后呢 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啊 要促进医防的融合 只有医防融合起来 才能够更加有力地 能够在应对重大挑战的时候 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在连续三年的两会上 王晨都提交了建议设立 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提案 从而加大对医学健康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并设立良好的体制机制 王晨认为 要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国家必须加强投入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世界银行公布过一个 各个国家经过比对之后 卫生投入的情况 按照世界银行的这个推算 我们国家的卫生投入是GDP的5.4% 其中政府投入呢 也就是2.9% 而世界平均水平呢 是卫生的投入占GDP的 9.9% 其中政府投入呢 是占5.9% 所以呢 9.9对5.9 5.4对2.9 你知道我们国家 到底现在是 投入足和不足了吧 对卫生的投入 不可以视为一种消耗 它如果是成本的话 它是一个能够一本万利的成本 它是跟人的终极利益 密切相关的 这种社会的投入 这个呢叫做Best Buy 最佳的投资 我们整个医学卫生事业的 发展的方向 一定是以提升医疗质量 维护好人民的预防诊断 控制治疗康复 和健康促进为主线的 而不是只是 斤斤计较于一些所谓的 这种控肺的相关的问题 尤其是对一个 已经是营养不良的人 你还是以节食为处方的话 你的根据是 它掉了几个面包渣 是造成了局部的浪费的时候 这个在这个 整个我们的未来发展上 会形成障碍 会造成我们判断的失误 会形成我们的方向的错误 而到在觉察的时候 我们已经又会落后了 这个事情您意识到了 但是您能做什么呢 您的作为空间有多大 总书记讲健康是一 后面的都是零 我们现在是卫卑 未敢忘忧国呀 我不敢说卫卑 我想的是 在我这个协和医学院的 校长的位置上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的 院长的位置上 在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 这个国家所赋予的职责上 应当尽我们所能 替国家去思考 而且我们是尽忠地 替国家去思考 这可能应当说是 对国家最大的忠诚 每周三 王晨都会出现在 中日医院的病房和诊室内 王晨有很多头衔 但最基本的头衔便是医生 作为呼吸病学 与危重症医学专家 王晨每周一次的查房 和出门诊几乎雷打不动 王晨认为 再忙的院长 如果不接触病人 就不能说是医生 医生只能是在 跟病人的接触中 去照护患者 同时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你知道我们行内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医患关系 如果处得协调和不协调的 因素有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作为医生的 他的人文素养 要等于或高于你的照护对象 你才能够更好地 照顾好这个病人 我不是说你才能够一定 照顾这个病人 是才能够更好地 照顾这个病人 实际上大大夫 很大的程度上 是大在这个 人文素养上 这医生在 照顾病人的手段上 从西伯喀底时代 就强调的 医生照顾病人 他有三健保 第一健保 药物 第二健保 是所谓刀屑 第三健保 是语言 而且还有一句话 这个语言 不但是过去 不但现在 在未来一万年之后 语言永远都是 占疗效的一半以上 在王晨眼中 医患关系 是人际间 最美好的关系之一 而师生关系 则是人类 非血缘关系中的 泪血缘关系 2018年1月 王晨卸任中日医院院长职务 开始担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 对于这次变动 王晨自称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能力和素养有所不复 不是客套化 真的觉得这样 这个地方医院校长 应当是 对中国的医学界 是应该 能够产生思想的地方 而这样的院校长 应当是一个 这样能力上 能够体现 引领中国的 医学界的最高的研究 和教育机构的 这样的素养和能力 才可以 我是深感自己的 能力不复 那谁坐在这个位置上 都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轻松的担子 实际上历史上 这里是医学界 大家别处之所 我们简单地讲 解放后的例子 像沈其震先生 黄家四先生 像吴杰平先生 像顾方舟先生 这些都是我的前任 你想我和这些人 坐在同一个位置的时候 该是多么地 存在着严重的能力惶恐 这是您自签了 真是这样 出任协和医学院校长 半年之后 2018年7月 协和医学院创立 四加四医学教育模式 与国际先进的 医学教育接轨 并提前开设了试点班 四加四中的第一个四 是在本科教育阶段 学生们可以分布在各学校 学习各自专业 比如文学 生物 哲学 法律等 这些来自不同专业 且在大学期间 产生学医愿望的人 在本科教育阶段 完成一定的生物学 有机化学等 医学预科课程 并通过医学院 入学考试之后 再接受四年 临床医学专业培养 毕业时可以获得 医学博士学位 王晨希望 四加四制度 能培养多学科融合的 顶级医生 您看 我就在想 就是假如他的大学本科 这前一个四 他学的是多样的学科的话 那么和一直就是 学医的学生 进行一个对比 您会发现什么样的不一样 学医的学生 他本身的知识体 相对比较单纯 就是医学院所教授的 以生物学为主 兼有其他的 这样一个医学的知识 和医学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而这些学问 他的思维方法 就会每个学生 有很大的不同 学文的 在人文关怀上 在人文思维上 就会比你学理工科的 他忍不住 就往这方向去想去 学生物的 就很关注 他的生命科学的机制 是怎么样 学法学的话 他会觉得 这是从法律角度看的话 我在面对医患关系的时候 我在日常行业的时候 包括将来可能制定 医师法 卫生法的时候 那应该怎么体现 更好的体现 维护医患双方的 这样的利益 是真正的患者 最终能够得其所的 客观的 符合规律的方法 但是您是要培养一个 出色的医生 还是要培养一位出色的 医学方面的学者 兼备 现在 而且那是每个人的个性不同 其实医生本身就是学者 只不过他的偏重的能力 和他的知识和技术的范畴 是偏于哪个方面 重在哪个方面 擅长哪个方面而已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 作为一名患者 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不会去想 他有没有多学科的经验 我只在乎的是 你的是不是足够深 足够精 足够尖 来治好我的病 会的 这部分教育就是第二个四 第二个四就是医选教育 医选教育呢 是从过真选出来的 前面那次里边的 非常优秀的学生 然后来学医 这群人在这群人学医啊 都学的是我们用的 最先进的这种教学方法 所谓器官 系统 功能 三者整合的模块 是教学的方法 这些学生 你知道那第二个四年的时候 你知道到什么程度 不会有这个 一个完整的晚上的 安静安逸的休息 这样的 不会有一个这个周末 不会有寒假暑假的 这四年这样 摸爬鼓拿出来的 医学呢 学习之苦 是口外所有的 你见过的学生里边 是最苦的 他的知识技术和学术的信息量 是最大的 于是的话 在后四年的时候 他产生了一个高度同志的 充分地掌握医学知识的 而且他的教育 他的方法 不但教会他知识技术和学术 还教会他怎么发展 学习 创新 以后成的学术和技术体系 而对人的终极利益的追求 是医学的宗旨 因此医学还是人学 您一直强调医学生呢 不仅仅要学医学 更重要的 他是要学习多学 人学 智学 您为什么这么强调 这些人学存在 德为才之帅嘛 你有了才 这个才能不能发挥出来 能不能从正面的角度发挥出来 这个才是不是能够产生 正面的效果 都是德所决定的 没有以德率制的话 这个才能挥出偏差的 所以始终不能忘却和强调的 第一点是 所以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第二点才是 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而德和才兼备是根本的 所以缺一不可 但是您对学生的要求 止步于此 协和的校训是 尊科学寄人道 而协和的校风呢 我想应该是 悲悯 专注 自行 这三个词 您这么多年来 怎么去理解的 所以悲悯是什么 就是仁爱之心 而且医生来讲的话 他要等视众生之心 他见到弱者的时候 他见到需要辅助者的时候 特别是人处于疾病状态 这种人最无助的状态的时候 医生要抖声 顿声 长声 悲悯之心 来照顾好这个人 第二点 专注 你知道医生看病的时候 照顾他 容不得心有杂念 容不得心有旁骛 必须心无旁骛地 去面对自己 尽他的全部的能力所及 聚焦在这个病人身上 能够把他治好 第三个的话呢 是要自省 这医生老要觉得 就是像张晓千先生所讲的 看病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越大的大夫 越年自高的大夫 就越懂得害怕 就越知道呢 这可能随时会出错 而且医学又是一个 最不容错的 我说的是一个航空级的 超越航空级的 不容错的 这样的一个行当 所以他时刻想着 不要自以为是 不要膨胀 不要来讲的话 犯错误 而且尤其不要犯那种 颠覆性的 所以不要犯重大影响的错误 这就必须时刻 保持自省的状态 2018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 协和医学院的开学典礼 在雨中进行 王晨告诉同学们 科学一定要建立在 诚实的基础之上 诚实是协和对教师 和学生的最低要求 在2019届的毕业典礼上 王晨告诉同学们 医学是最为可爱的 专业 职业 行业 事业 值得职守和奉献终生 2021年正值协和医学院 落成100周年 王晨在这届学生的 毕业典礼上再三叮嘱 协和人一定要有天下为公 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一定要去除 私和虚两种品性 您在毕业生的典礼上 说过两个字 我的学生不能做 有这两个字的人 一个是虚 一个是私 要做心里有功 做事要实的人 为什么在毕业典礼上 会特别说 不希望自己的学生 成为那类人 当时讲那话的时候 我还是本来不想讲 后来到最后的时候 我想着他们也算是 最后一刻了 这个时候应当把一点 心里边的最关键的话 最需要向家长 定住孩子上的话 应当是说出来的 就是这两个字 所谓这个词和虚字 我跟学生讲 确实你们将来 一定要避免做这样的人 这样的一小部分人 实际上所体现出来的 骨子里边的私 私字一表现的时候 他马上思考问题 就是一个功利性的 他想什么事 都是这个事 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些事情 我会不会得罪人 然后我这些事情 我能得到什么 我怎么能够 以这个事半而功倍 这样的 他就盘算的是这个 这就是私字 它表现出来的话 它实际上 它是一个真正的 是一个功利性的 思维方式 医生也是人 为什么医生 不可以这样想 医生他的职责所系 你这个骨子里边 内心的这个私字 它的一动的时候 变成功利性 包括在医疗行为上 你要变成功利性 就很可怕 而真正的表现出来的时候 行为上的 它的就是一个虚字 这个虚字的话 就是表现成表演性的做事情 对医生来说 它不真出所成 什么是表演性质 多了 不一而足 医生的话 他这个一定是 他是真正实实在在的 用最实的行动 来处方 来用药 来动手术 来真正的跟病人 进行语言交谈 哪怕是一种善意的 这种对患者病情 稍微有所欲瞒 那不是虚 它真正的是 这个最实 最公的动机 从最实的方式来 维护患者的 现实的利益的时候 它这个呢 就是一定要是 体现成的是一个 这个十字 你要是形象虚 马上表演 就是表演性做事情 现在表演性的做事情 是经常能够看到的 服侍众生 众生百态 医生眼睛里 看的是最清楚的 医生王晨的眼睛 对我国医学 及公共卫生的问题 看得非常清楚 因此 他利用一切机会 为医学发声 无论是面对学生 公众 还是国家领导人 2021年两会期间 在全国政协 医药卫生界 教育界委员的 联组会上 面对前来听取 意见和建议的 习近平总书记 王晨在发言中提出 要杜绝医学教育 低质盲目扩张的现象 确保医学教育的 含金量 医生要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 才可以谈数量 我们在整个 在医学院的招生的 人员顺的选择上 到一个已经开始 有所下滑的趋势了 你知道人类里边 要选出一匹人来 这匹人应该是 跟我们每个人的 切身力都有 最直接的重大的关系 我们最最希望的 这个人是个高尚的人 这个人是个智慧的人的人 这个人是谁 一定是在身边的 医生 另外一句话 就是我以前说过的 就是 拥义之害 甚于无一 在你经济态下 你宁可没大夫 不可以有佣移在那儿 王晨始终认为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绝不局限于 卫生健康部门 或卫生健康行业抑郁 而是全社会的事情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包括卫生政策 社会保障政策 社会资源分配等等 才能真正实现 全体人民的大健康 没有哪个国家 真正提过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科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人才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每次听到这 我心里都很感佩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听到 这个总书记讲 科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时候 我心里一抖 我觉得点着 中国医学科学院脑门说话 为什么会这么联想 因为中国医学科学院 担负着国家医学科技 发展责任 而总书记在16年的时候 又明确地给 中国医学科学院提出了要求 将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 我国医学科技 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 今年在人才工作会上 我在会场 听到总书记讲 人才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时候 我心里面又是一颤 这样的 我觉得点着 点着协和医学院的脑门说话 因为这就是 在医学科技上 在人才问题结合上 你协和医学院也好 中国医学科学院也好 难道不是一个汇聚之地吗 难道不是应该替国家和民族 承担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的地方吗 尤其在人才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时候 你协和医学院作为一个百年老院 在历史上 你国家民族重大的贡献 在当今国家和民族的伟大的复兴时期 在最关键的时候 你使中华民族在医学教育上 成其先进了吗 你引领了正确的方向了吗 你做着有历史深度的思考了吗 你做出真正现实的探索了吗 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重要的问题 您是身处其中 所以您着急 您有很大的紧迫感 但是别的行业 别的部门 也许觉得这个东西离我就是远的 在谈科技问题 我说应该增加医学的投入 然后有同志就把这个就会讲 你说工业不重要 农业不重要 就你医学重要 那您怎么说 我说工业 农业都重要 也都跟医学有关系 但你不能故意把狮子老虎和长坡鹿 交在一起 长坡鹿提出给我高点的房子要求 你跟狮子老虎说 长坡鹿说它重要有个大房子 那你们说说狮子不重要 还老虎不重要 狮子老虎就一块儿喊 都重要 这样的话 长坡鹿它就是体量大 它就是需要个大房子 别以为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很快会老 我们很快会单病 树病 百病缠身 于是的话 那个时候 国家是不是一定有一个比较完美的 医学 卫生和健康的照护体系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终极利益 从国家计 从民族计 从整个社会计 从我们每个人具体的利益计 都应当从思想上 情统上 都能够为健康 能够增加一份力量 疫情改变着世界 凸显出医学 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性 王晨越来越多地强调 医学 卫生 健康事业 不单纯是民生问题 更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 但医学和医学界 在中国的地位远不够高 发挥的作用还远不够大 为此 59岁的王晨不遗余力 明年就60岁了 这个时候我就希望 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不说是毕生 也不说平生的积累 经过这学医 从医 传医 40多年的这种的感悟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呢 去向社会讲这个话 去动员社会 去禁言 去影响 去灌输 给学生和相关的人 去让他树立的观念 尽能采取像是这样的行动 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跟经济发展 跟社会文明 跟人民福祉 是高度相关 是最直接相关的 就是这医学 卫生 健康事业 您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您能看到 意识到 问题的紧迫感 您也能意识到 就是发展的前途 我要检讨自己 我一定要检讨自己 是不是由于我是学医的 我是从事卫生工作的 我是责任是追求健康的 所以我很偏狭的 医学上叫做管状视野的 只看到了自己这一块 来夸大了这一块 但是经过思考 据我有限的所有的公正 所有的智慧和良心所及 我觉得是因为我干这个的 所以我恰恰替人类 替我们的民族 替我们的国家 替民众看到了这一点 当您内行自己之后 觉得这是一个跟公众有关 跟所有人有关的事情 您有很大的急迫感 但是现实无法做到的时候 您会是什么感受 首先是尽己所能 这个居庙堂之高 一定是要有国 你是国家赋予一个 相当责任的人 你这不是你的权利 而是你的责任和使命